蚂蚁药酒遭果报 有一个酒厂 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 厂里的技术人员绞尽脑汁想办法开发新产品 你们看看今年我们酒厂的业绩 再这样下去我们马上就倒闭了 你们看看多少年了 我们酒厂都没有推出一款吸引消费者的酒 你们负责新品开发的技术人员都在干什么呢 王经理,怎么开个会能把你累成这个样子呢 别提了,总经理给我们下达命令了 三个月之内必须研制出一款 受顾客欢迎的新酒来 否则我们的酒厂真的就要倒闭了 三个月研制一款新酒倒是没问题 可是谁能保证这款新产品会让顾客接受呢 所以你们就应该仔细地调查一下 看看现在的人都喜欢喝什么样的酒 然后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开发产品 嗯,经理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们这就去进行调查 嗯,嗯,还是小张有冲劲 经过一个星期的市场调查 该酒厂最终决定开发药酒系列 王经理,我们已经调查好了 现在的人都是讲究健康养生的 所以有保健功能的药酒销量都非常的好 嗯,的确是这样 现在的人都注重养生 药酒一定很有市场 我们酒厂开发过各种酒 可是唯独缺少药酒 我看我们就开发药酒好了 可是我们该开发哪种药酒呢 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药材 我对市场上的各种药酒进行过调查 一般酒厂都是主打当地特产的药材 来生产药酒的 这样的药酒销量才会好 是啊,生产深的地方制造人参酒 生产蛇的地方制造蛇酒 我们这里有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蚂蚁还有名的 可以造蚂蚁酒啊 宋大哥,你可真会开玩笑 哪有用蚂蚁泡酒的啊 蚂蚁酒,这酒真的是有的 啊,王经理,难道蚂蚁真的可以泡酒吗 当然了,而且蚂蚁酒还有温慎壮阳 驱风除湿的功效呢 我们这里的黑蚂蚁可是很有名的一种药材呢 我们这里民间用蚂蚁泡酒的历史 悠久长远 只是这种蚂蚁酒一直没有宣传出去而已 是啊,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款让大家都认可的蚂蚁酒 那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好,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就开发蚂蚁酒 制造蚂蚁要酒的想法 很快便得到了总经理的认可 为了研制蚂蚁酒 酒厂聘估了很多人 专门跑到郊外挖蚂蚁窝,抓蚂蚁 这些人在挖什么 他们在挖蚂蚁 挖蚂蚁 他们挖蚂蚁做什么 我们那里有一家酒厂 要研发一款蚂蚁酒 这种酒可是需要大量的蚂蚁呢 所以这些人挖蚂蚁都是要卖给酒厂的 天啊,这么多人挖蚂蚁 那哪有多少只蚂蚁被挖走被杀掉啊 我看至少也要有几十万只吧 说不定还会超过千百万只呢 唉,他们怎么能用这么多条生命来造酒啊 听说这种蚂蚁酒非常养生 对身体特别好呢 我还盼着蚂蚁酒赶快投入市场 我也好买点喝喝呢 什么,你也想买蚂蚁酒喝 我劝你,还是不要喝这样的酒才好 为什么 你想啊,这么多条生命被泡在了酒里 他们因为酒而死掉 他们的怨气自然就存于这酒中 你喝下这含着众多生灵怨气的酒 不但没有益处,还会损坏你的身体呢 啊,竟然会这样 这么说这些抓蚂蚁的人 是不是也会因为杀生太多 而遭到报应呢 当然会的 不只是他们 生产蚂蚁酒酒厂里的人 罪业更重 因为一切杀戮都是因他们而起的 嗯,你说的似乎有道理 很快 这家酒厂的蚂蚁酒便推上了市场 而且销量非常好 因此 酒厂开始大量生产蚂蚁药酒 需要的蚂蚁自然也越来越多 总经理 这款蚂蚁药酒的销量非常好 都有些供不应求了 哈哈 这都是你王经理的功劳啊 我们这次可要抓住这个机会 再创辉煌啊 总经理 现在最大的困难 就是需要大量的黑蚂蚁 没有足够的蚂蚁 我们的产量是出不来的 王经理 这件事情没问题 我已经安排好足够的人员 去周边的乡村去采购蚂蚁了 蚂蚁药酒哪里能缺蚂蚁呢 然而 就在蚂蚁药酒热销的时候 蚂蚁酒厂的总经理 突然心脏病发 死在家里 唉 我们酒厂的业绩 刚刚有点起色 总经理 却在这个时候过世了 他平时都非常健康的 怎么会临时突然心脏病发呢 唉 事事无常啊 原以为 总经理能够带着我们走出困境 没想到在这时候 他竟然走了 总经理 总经理在世的时候 一直想办法 让我们酒厂发展壮大 现在 我们应该将蚂蚁药酒 做成全国著名品牌 这样 才能告慰死去的总经理呀 嗯 哇塞 这家酒厂的蚂蚁药酒 越做越大呀 听说现在好多人 都在喝这家公司的药酒 这家酒厂 一定赚不少钱的 这种杀生的酒 卖得越多 醉业越重 早晚是要遭到过报的 赚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呢 果然 几个月后 负责研发蚂蚁药酒的王经理 也突然心脏病发 死亡了 唉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酒厂的业绩 刚刚好转起来 没想到总经理和我们王经理 竟然激烈死掉了 是啊 真是奇怪 平时没听说 他们两人有心脏病啊 怎么会突然因为 心脏病发而死掉呢 我听王经理的妻子说 他这几天就一直在做噩梦 经常梦到自己 被许多只蚂蚁咬 被蚂蚁咬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世上 真的有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小张 你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相信因果报应这种说法呢 我的母亲她学佛 她得知我们酒厂 在生产蚂蚁药酒后 就一直说我们这是从事杀生的行业 杀生是要遭果报的 因果报应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个 连续两位经理的死亡 让小张有些动摇了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经常做噩梦 梦到无数只蚂蚁在咬自己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这更让他相信 母亲所说的因果报应 是真实的 妈妈 我现在相信您所说的因果报应了 这些天我一直做噩梦 梦到好多蚂蚁在咬我 孩子 我早和你说过了 蚂蚁虽小 也是不能杀害的 如果杀害蚂蚁 一定会受到报应 将来有一天因缘会遇时 还要一报还一报 一命抵一命啊 火报现在已经降临到了你身上 不过还好 你听了我的话 及时醒悟了过来 妈妈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为了制造蚂蚁药酒 你们杀掉的蚂蚁不计其数 这可是极大的罪业 我看你现在 只有立刻离开这个杀生的行业 多做一些放生的善举 并且诚心 为那些逝去的蚂蚁超度 忏悔 才能弥补你的罪业 嗯 妈妈 我会听您的 于是 小张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毅然辞去了酒厂的工作 小张 你怎么突然要辞职啊 要知道 我们酒厂凭借蚂蚁药酒 已经转亏为盈了 你可是研制蚂蚁药酒的功臣之一啊 留下来是很有前途的 宋大哥 我们现在可是一直在做杀生的行业啊 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想我俩也终有一天会遭到果报的 宋大哥 我劝你也尽早地离开这里吧 怎么 你真的相信了因果报应这种事情 嗯 哎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多说了 你怕遭报呀 就离开这里好了 我是不相信什么杀生遭报的 小张经过一个多月的忏悔 念佛和超度 他的身体渐渐恢复 再也没做过噩梦 而留在酒厂的老宋 在一天晚上 也突然心脏病发 死在了家中 因缘果报真实不虚 行善必得善报 行恶必得恶果 希望这种悲剧 以后不要再上演了